是那個疊合 OK 疊合這邊 那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啊 在舊的課程裡面是沒有學過的 但是更早以前的那個版本的話 是有教疊合的 好 那我們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疊合呢 好 我們先看這個圖 這個很重要 這個圖很重要 好 首先第一個他說 假設有兩個函數 一個是 Apple Vegas 一個是 Geo Vegas 好 這個是他的圖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他大概的狀況這樣子 看這個地方 因為我會讓他看懂 所以我講慢一點 這個是 Apple Vegas 的圖形 好 什麼樣子呢 假設他圖長這樣子 我現在畫紅色的線 有看到 這條紅色的線就是 Apple Vegas 好 再看一下藍色的線 藍色接著這一條 就是 Geo Vegas 有看到了齁 OK 好 那 我如果要把這兩個圖形 做一個疊合動作 就是寫成 Apple Vegas 加 Geo Vegas 怎麼畫呢 它方法是這樣子的 你看一下 紅色的長度 譬如說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直這邊有沒有 假設紅色的長度這麼高 對不對 然後藍色的呢 是這麼高 這個是藍色的高度 然後你把藍色跟紅色的長度有沒有 兩個相加 就是我的 Apple Vegas 加 Geo Vegas 這樣動作稱為什麼 疊合 簡單的講就是把他們兩個的 所謂的那個 正幅 或講說他們的歪的值有沒有 相加 在一起 不是我的 Apple Vegas 那像這樣的動作呢 是為什麼 疊加 也就是所謂的疊合 看得懂嗎 會啦齁 OK嗎 OK 可以齁 記下來齁 當然其他也是一樣 比如說這一段的話有沒有 就是一樣兩個相加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紅色的部分是沒有長度 那彎 那個藍色的高這個長度 所以兩個相加就在這裡 好 像這邊的話呢 是紅色的這麼長 藍色的到這邊 那你兩個相加 呃 講錯了 紅色跟藍色的都是這麼大 紅色這麼高有沒有 紅色的這麼高 藍色這麼高 所以兩個相加就要跑到這邊來了 這樣子 會啦齁 那其他每個動作都是一樣 每個點每個點 就是 每一個X的手相對應的Y的值 每個X的手相對應的Y的值 往上疊加上一起 像這樣的圖形就稱為所謂的什麼 疊合 OK 可以了齁 那 因為我們這個單元最主要講的是講什麼 三角函數嘛 所以我們先介紹的是 三角函數的疊合 好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ban的公式是這個地方 好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講過的那個 sinα加β等於什麼 還記得嗎 sinα加β 是等於sin cos 對不對 sinαcosβ加 cosα sinβ 有沒有 好 那時候我們是告訴你 角度的和可以變成這個對不對 先剛好疊合 告訴你剛好反過來 也就是說 我要利用這個 sinαcosβ加cos 改成這個 我要從公式的右邊 轉到左邊去 這樣會嗎 好 那怎麼轉的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 像這個地方 原本是不是sin x加根號3cosx 對不對 我要把這個公式呢 變成上面這樣子 好 那什麼變換呢 第一個 這個sin前面有數字 有 7是多少 1 有看到嗎 這個是1 然後這裡呢是根號3 對不對 好你看這邊 他告訴你說 以係數跟1 當成兩段 然後斜邊圍要prolora 這邊 他告訴你的意思說 這個1跟根號3指的是 直角三角形 裡面的那個兩邊的比例 是1跟根號3 所以請問你斜邊會是多少 2 聽懂嗎 所以我希望裡面出現的那個係數比例是 2分之1跟2分之根號3 有看到嗎 可是這個2呢 本來不存在 所以當你這裡寫除以6以後呢 上面要將整個乘以2 這樣乘下去才跟原來一樣 有看到了齁 OK 然後這個速度變成了 2乘上2分之1sinx 加上2分之根號3 sinx 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們這個2分之1 用成上面的公式 你要用那個sin sin alpha cos beta 加cos alpha sin beta 可以 或者你用這個也可以 還記得你兩個人 那個cos alpha 加 beta 他等於什麼 酷酷 對不對 然後減是什麼 sin sin 這個也可以喔 然後我們講加 可以對不對 減的話呢 也可以 這裡寫加可以 減的話呢 當然也可以 所以你總共有四個公式可以用 分別是sin alpha加 beta 還有sin alpha解 beta 以及cos alpha加 beta 還有cos alpha解 beta 總共有四個公式可以用 看你要用哪個都可以 好那我們看是不是在這個地方來 這裡不是1分之1sinx 加2分之根號3cos 後面的sin跟cos 是不能動的 你要動是動前面這個2分之1跟2分之根號3 好 那請問你2分之1可以寫什麼 我可以寫個cos60度吧 因為cos60度就是2分之1 ok 我也可以寫什麼sin30度 因為sin30度也是2分之1 好 一直在推 那2分之根號3呢 你可以寫什麼 寫成sin60度等於2分之根號3 也可以寫cos60度也是2分之根號3 看你要選哪一個都可以 好那如果你選上面這個的話 sin cos cos 對不對 那sin cos cos 的話是等於sin的阿拉伯加變得等於sin sin x-60度 因為這裡也是x-60度 x-60度 x-60度 會嗎 那如果你要這個的話也可以 就變成是coc 加sin 你還在發出公式 coc加333 對 x-30度 所以兩個答案都可以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嘛 兩個相加高 欸兩個 這兩個相減高幾度 就是90度嘛 會嗎 看一下喔 這個很重要喔 再講一遍 這也是 因為這個裡面擺的位置有沒有 跟公式不太一樣 但是也把那個位置擺好就好 這也是sin cos 有沒有 cos sin cos 就是60加x 60加x 如果你要用是coc coc 加sin sin也可以 用公式 只是我把這個coc 寫在後面 sin sin寫在前面而已 可以嗎 好 那寫完就是等於這個公式了 它對變成質量的角色 兩倍的sin x-60度 還有兩倍的cos x-30度 這個動作呢 就稱為所謂的疊合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圖的怎樣 畫出來就好了 就等於這個圖的圖形 這樣會嗎 好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這邊呢一般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 根本來寫這個1跟根號3 是你常用到的 那我也有題目 不是1跟根號3怎麼辦 就是這個方法 你繼續想它是a跟b 就寫成這樣子 假設這個是a這個是b 所以斜邊呢 是等於根號 a平方加b平方 對不對 那就把帶進去算 一個算出來 等於你要的那個結果 就是把換算就可以分出來了 好 那這圖形呢 當然一樣還是什麼東西 一樣還是一個波浪型的周期 那個三角合數 就是一樣是sin跟cos 只是它什麼東西不一樣 正乎會不一樣 像這個地方正乎就是2 OK 那周期的話呢 還是維持原來一樣 是2拍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只是x-60度 它只是做一個什麼動作 做一個平移的動作而已 所以其實說出來的 疊合只是說 做兩件事情而已 一個是什麼東西 做平移 然後第二個呢 正乎變大 變小 這樣子 會嗎 可以啦 OK 好 那這邊有一個例子的看到 所以剛剛講的例子有沒有 比如說也是a sin c 再次b 可sin c 那兩個疊合在一起就變這個了 啊就我剛才說上面顯示的方法 或者用公式也算出來 就可以算出來 像這邊 可以啦 好 那這邊你可以看得出來這邊 這裡的極值多少 這裡這邊從這邊看 這很重要喔 他說你把它算出來之後呢 它的極值呢 怎麼算 極值 你看這裡 它是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乘上 sin x 加 c 打 其實我教你很簡單 你看這邊就好了 你告訴我 sin的極值多少 你先不要管前面的那個 根號 a 平方那個 先管這個 sin的 x 加 c 打 它的極值很明顯 介於1到負1之間吧 最多就是1嘛 啊最小的就是負1嘛 對不對 你帶進去可以算出來 所以把1乘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候最少就是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 啊最小值呢 就是負的 會了齁 OK 那什麼時候呢 就很簡單 我覺得像這個題目來看的話 什麼情況下它會是 e 就是它等 90 度的時候 對不對 它等 90 度的時候 所以當它等這個地方 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是 a 的時候 就會是 一旦約算出來 OK 可以嗎 會不會 你就這樣想 x 加 c 打 等於 2 分之 i 就可以 會啦齁 可以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把 它的那個什麼 sin x 你可以把它找出來 因為它其實就是等 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分之 a 就當它等它等它的時候 這兩個相等的時候 就可以了 齁 好 好 那當然如果題目告訴範圍 有範圍限制的話呢 去找出它的範圍 然後呢 去找出它相對應的那個點 找出它的最大值跟最強值 就是 簡單講就是找 sin 的最大值跟最強值就可以了 有範圍看範圍就好 會啦齁 OK